鱼皮发生的时候有方法 首先我们还是要用到花生米 白糖 这次我们用的是一定要用棉白糖 不能用那个砂糖 还有这个普通的小麦面粉 鸡蛋 还有食用油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容器 将这个花生米浇容器中 容器中的白油水 花生米是干的 这个时候我们将鸡蛋 打进去 这个一斤花生呢 500克的花生 好我们只能用到半颗鸡蛋 鸡蛋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的话 它会掉痕的 加半颗鸡蛋 用蛋清蛋黄都可以 最后我们用手将蛋液拌均匀 然后呢我们加入白糖 再次烧半均匀 好 烧半均匀 我们把它放在 放在那净室 一个十分钟这样 我一个叫糖化一会儿 好 大概十分钟过后呢 咱们这里边糖呢 基本上是化了 下锅呢 咱们加入面粉 面粉呢 一定不要加太多 好 先加一套吧 拌进之后呢 千万不要用手在里面拌啊 这样呢 来回它 放入这个碗 用手拌的话呢 它会 就丁在手上 好 直到面粉呢 完全被它吸收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加面粉 还是同样的方法 好 最后再加 大概加三次呢 就差不多了 总之呢 千万不要用手在里面拌 粘在一起 可以用手把它分开 直到这个花生呢 上面呢 是一层白色的 就可以了 咱们将它放在这儿 再 再挺一下 让这个花生的 这个蛋液呢 和这个糖 将这个面粉洗透 要不然炸的时候 它就掉了 放在这儿 再挺个十分钟 好 来看一下啊 这个里面呢 基本上是没有粉的 粉都被这个花生米吸着 下一个呢 我们给大家倒入漏盗中 搬以防备用 包容加入干净的色拉油 如果大家做的 怕烫和油温的话 可以用少量的油 多次来炸 这一次呢 咱们的油温呢 一定要高 前期呢 至少要六层六层的油温 如果是油温低的话呢 这个面粉呢 它就会 直接脱落了 油温太高的话 这个下去面粉呢 它就直接浮掉了 所以六层的油温 正好 好 当这门锅中的油呢 没有响声的时候呢 又同意温 差不多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将花生 下锅中 这花生的枪 不要一次性 请把它换进去啊 那慢慢的粘 粘进去 粘进去之后呢 这个 这个 连到这个 持续的锅呢 后面粉中 它被粘裂过几片胶的 稍微把它推一下 放置粘裂过里 下锅之后呢 转小火 好 炸这油 它发响声的时候 你们选择关锅 利用余温 慢慢的将这个花生炸透 一定要炸到里面酥脆 好 选炸大约两分钟 你们带着点火 这次呢 咱们来看这个 发生表面颜色啊 颜色稍微变深 再给慢慢变深 好 变到这种 和这个木头颜色 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了 把它倒出 把它倒出 然后给它放在一个 平和盘子中 冷却 冷却 冷却之后呢 它的表皮 它里面呢 特别脆 好了 那么这个 鱼皮发生呢 制作完成了 冷却之后呢 外皮特别脆